继续和唐牛谈谈大事 港股连续三天反弹 但昨天恒指升到28,000元后 又收市都站不稳 为什么在走势方面 有没有转了还是要小心? 好一点 都被人打了这么多锤 终于还击打一下对方 尤其是腾讯 市场抽上去也很与腾讯 例如开陆单可以收购搜狗 指数 之前我们经常说27,500元 结果一夜便可以很快对穿 但反过来一夜对穿后 原来很快又能上回来 从技术走势 我们现在视之为一个假穿 当然要看这几天 还能站不站稳 27,500元 未来几天站稳 我想我们可以把上星期五 上星期四的跌幅抹下 继续用一个阶段去炒 27,500至29,500元 我想看反弹幅度 都可以看着十天线 因为昨天你看到十天线 大概28,000元 尾数就忘记了 那些位置 彈到上去便很快就会打下来 似乎大家都是看着那些位置做人 因为你看到 其实不少大股都是 你说好像腾讯 或者阿里巴巴 其实昨天彈到上十天线 都有少少回头的迹象 所以我想 你短线反弹计 那便看着十天线做人 好